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到底是谁 是谁在赚钱 我们普通人连一个普通的工作 普通的正常的工作都这么难找到吗 我现在刚从外面面试回来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那些公司 你是怎么好意思 跟我说一个月给我三千块钱工资的 我一个成熟的设计 我已经工作四年了 本科视觉传达毕业 然后你跟我说一个月给我三千块钱 他看完我简历上之前的工作的薪资 他说以前工资能挣到五千块钱 已经算是高工资了 我这还是保守写的那五千块 我以前有提成底薪的时候 差不多能挣到六千多吧 在太原已经算是高工资了 他这个公司是做那个京东淘宝那个店铺的 评计设计师除了要负责主图 详情页设计以外 他居然还要负责上下架宝贝清理库存 产品拍摄修图 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给我开三千块钱 还嫌我没有工作经验呢 因为我之前没有做过上下架宝贝 没有工作经验 所以一个月给我开三千块 拜托我是平面设计 我只负责做图 如果我什么都做了 那要运营干什么呢 要库管干什么呢 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也行 他给我三千块 他还说以后这个账号 这个店铺就相当于你一个人在管理 一个人在负责 好家伙好大的官威啊 好大的权力啊 三千块 而且还节假日我问怎么修 就是平时是做六休衣 节假日三千假放一天 国庆什么的七八天修三天 我真无语了 真的 促成也不能这么累人吧 我一开始问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问了一下那人士 我说这工资能给到多少 那人士说他也不知道 具体得跟那个经理和那个部门主管聊 哎呀这不聊不知道 医疗差点气死 我这辈子没有开过这么低的工资 真的 我拜托那些人 面试的时候 能不能好好的清清楚楚的 看一下我的工作经历 和我的个人简历 你没看清楚我已经多大岁数了吗 毕业 是这个探员这个地方工资不对吗 还是怎么了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那个人士问我 刚聊完要来试港吗 我说不去也不考虑 他问我为什么不考虑 我说工资太低 屁事太多 节假日不正常修 他问他跟你 主管跟你聊的工资多少钱 我说三千 那人士都蒙逼了 他说一个成熟的设计师 给人家三千块 他说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个岗位 一直招不到人了 他说如果一开始 就说工资三千块钱的话 那就没有人回来了 废话 刚面试 刚毕业的大学生 三千块钱 你也有点过分了吧 他是咋了 就现在这人工就这么不值钱 那我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去楼下端盘子不就得了 我为什么还要 哼哧哼哧的来你这上班 难道体力劳动 才算挣钱 脑力劳动 做一天的就不算是付出 就不算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薪水吗 他也喝 你要不福利待遇高也行 没有任何福利 他觉得这些逼工作 逼公司 都是一年之后才给上保险 那我就给他白盖一年呗 转账了再多加五百块 还没有提成 无语 我真的无语 真他妈无语 一万个他妈的 真的 谢谢大家 再见